这张的空投传单 那么上头翻译写着 其实就是以色列要求 他们提供可靠的人质情报 天后中出现大量白点漫天飞舞 以色列国防军再次空投传单 但这次不是要加塞民众赶快往南撤离 而是呼吁如果他们想要更好的未来 请提供哈马斯手中人质的情报 以军承诺会保障人生和家园安全 甚至还有金钱奖赏 但看到传单的民众怒火中烧 当地巴勒斯坦人更痛批 他们往南撤离依旧没有安全的地方 可以躲藏 不管到哪几乎都是死路一条 尽管如此以军继续敦促加塞民众要晚安移动 来迎预期即将发生的地面战 要如何减少老百姓死伤 对以色列国防军来说依旧是一个巨大挑战 法国总统马克宏会见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时也持续敦促要保护人民 不过美国白宫国安会发言人科比警告 现在不是停火的时刻 因为停火对哈马斯有利 平民的情况恐怕只会变得更糟 TPBS新闻综合报道 以色列政府是征召了超过30万名的预备役的军人 那么的确很多人也回到了以色列准备来面对这样冲突 但是民众却对定居在美国的总理儿子不满 认为他是放弃国家了 更详细的报道交给记者韦佳琪 以色列跟巴勒斯坦的冲突持续延消 不过现在在以色列内部也有一派声音是 为什么总理的儿子不跟我们站在同一阵线呢 原来讲的就是他纳腾亚胡的长子亚伊尔 因为这个亚伊尔他现在定居在美国佛州 那么现年32岁 依照以色列的规定 你应该要履行预备役的义务应该要到40岁 所以在这个时候国家有难 不应该赶快回到以色列去吗 很多以色列的军人就不满说 亚伊尔还在迈阿密的海滩享受生活 但是我们却在前线水深火热 所以才会有人说我们在前线打仗 他却在享受海岸线 而现在包括了当地的志工也说 纳坦亚胡的家人滞留美国家具 整个团队内部的不信任还有怒火 他说其他人都抛下家人 回来跟国家一起来面对当前的危难 但是该负责的人却缺席没有到 那么现在就连从美反以的志愿者 都有讲到了 对以色列来说 这是近代史上最团结的一刻 我们应该都在 尤其是总理的儿子也不应该缺席 但他现在却还在美国没有回到以色列 也引发了不少抨击 的确现在在以色列的境内 出现了反对总理纳坦亚胡的声浪 认为说在他的领导之下 政府频频发生了失误 是一场灾难 所以才会引发尾巴冲突 再交给佳琪 而以色列现在也面临到了 内忧外患的状况 尤其是现在他们的总理纳坦亚胡 有很多反对他的声音是陆续涌现了 因为这一回这尾巴冲突 很多人都认为 以色列是犯了低级的错误 没有遇见哈马斯的破防 袭击边境的城市 导致这么大的失误 所以很多的以色列民众 是相当的不谅解 三位以色列的部长 甚至是考虑辞职 来施压纳坦亚胡 他们说不敢相信 有这样的状况发生 甚至不允许纳坦亚胡这么做 那么现在包括了 遭到绑架的人职家属认为 他们已经被抛弃了 还说应该要立刻归还人职 纳坦亚胡 你的双手沾满了鲜血 那么现在更有着 内部的民调显示 到底是哪些错误 导致这一次的灾难性灾难 那么他们就说了 他们49%应该是政治的失误 只有小于三成的人 认为是军队防御的 情报能力差 那么以色列这一回 军事行动的目的 有七成认为 就是要歼灭哈马斯 不过有一成五的人 认为是要无条件释放原址 不过现在在以色列的内部 有不同的声音陆续简现 也对于这样子的政府 似乎支持的力道 没有那么大了 这波尾巴冲突 以色列人民心中的怒火 不止对准哈马斯 也没忘了追究政府责任 他们自发性 聚集在政府机关门口 拉起布条 高举标语 抗议的对象 就是他们的总理 纳坦亚胡 也难怪以色列人不买纳塔亚胡 因为根据泰晤士报报导 纳坦亚胡32岁的长子 今年初搬到美国佛州定居 只需要履行预备义务 根本没有回国共赴国难 不过有反对 也会有支持的声音 听纳坦亚胡的人名 沿路撕掉抗议贴纸 这名男子手上还捏着多张 被他揉令的海报 结果两派人马狭路相逢 只是在以巴冲突中 还是有巴勒斯坦 跟以色列人共组互助团体 他们的共同点 就是小孩曾被对方国家的人杀害 不管国家未来怎么走 他们的共识 就是放下旗舰 追随和平 毕竟无情抛呼下最多的 就是无辜牺牲的人民 TVB的新闻 红福啊 留聆听 以色列采访报导 以色列炮控加萨 同时也朝北方黎巴嫩攻击 那么当地的真主党的 真正目的到底是什么 请教佳琪 在边境激烈交火 现在就连欧美政府都担心 这真主党是不是也会参与 这一次的尾巴冲突里面 有没有可能交火呢 我们先带你来看他的背景 首先我们带你看到的是 1975年到1990年 当时内战的时候 他们是唯一被允许 保留武器的一个派系 那么在2006年 以色列跟真主党的冲突的时候 当时黎巴嫩境内 有大于1200人丧生 这样子的悲剧发生 而其实军火库 他们是比黎巴嫩的政府 更加强大 因为背后有伊朗的财力跟军力 还有叙利亚的加速武器转移 不过我们带你来看到 是亲真主党的人士就有讲到了 他们说真主党 哈马斯跟圣战部队 长久以来 他们都是联合作战式的成员 而他们抵抗的轴心 也就是有黎巴嫩 巴勒斯坦 叙利亚 跟反以色列的武装团体 不过政治分析家就说了 其实这一回真主党 不是一直被点名到 有没有可能会加入 这场尾巴冲突里面 真主党可能想要升高攻击行动 但也不想分散 各界对尾巴冲突的注意力 这顾专家也讲到了 真主党的活动意在于 让这个乙军可以又离家散 但是让军事行动研制 或受阻可能是他们最重的目的 那么如果你想了解更多 像这样子的国际讯息 不妨扫一扫QRQ 帮你更新最新的国际资讯 尾巴冲突对于这个美国的大选 会带来哪些影响呢 现在外界也是高度关注 那么有这么一说 即便是这个拜登成功 解决国际危机 恐怕也只是短暂的红利 美国总统拜登亲自走访以色列 强烈表达对盟友的坚定支持 在竞选连任之际 将自己定位为危险时刻 值得信赖的世界领袖 以巴平民死亡的可怕画面 天天传播 加上美国人 只是被绑架的消息传回美国 美国大众也关注起事件发展 路透社最新一份民调显示 以色列被哈马斯袭击后 美国大众对以色列的同情 比过去更强烈 54%的共和党人 还有37%的民主党人挺以色列 其中年长者对以色列的支持 又比年轻人更多 力挺以色列 在美国是政治正确的主流名义 有意再次争取到位的 前美国总统川普 当然也很清楚 川普喊话如果自己再次当选总统 将禁止支持哈马斯的移民进入美国 并撤销反由外国学生的签证 有政治专家认为 以巴冲突事件 已经将美国的政治讨论 转向外交政策 候选人端出的外交政策 也会成为选民观察的重点之一 然而还是有部分美国民众 不提以色列 而是挺巴勒斯坦 拜登一方面全力支持以色列 另一方面要敦促以色列克制 两者之间如何取得平衡成为难题 许多阿拉伯世界的人也认为 拜登过于偏袒以色列 无法当个公正的调解人 拜登政治生涯 与以色列的连结有多深 路透社引述 非盈利竞选经费追踪网站 拜登在参议院任职的36年间 是参议院史上 接受亲以色列船体 捐款最多的议员 金额达到420万美元 他在副总统任内 经常调停前总统欧巴马 和纳坦雅胡的紧张关系 每当和以色列的事态失控时 拜登就是桥梁 也有专家指出 拜登展现出的强硬与果断 确实有助于提升支持度 对他竞选连任相当重要 但即使拜登成功解决国际危机 也只是短暂红利 纽约时报分析 历届美国总统大选 对国内的担忧 往往取代外交政策 拜登能否连任的关键 更多的可能 取决于经济等国内问题 拜登团队或许得随着情势 调整对策 TVS新闻 您现在收看的是 TVBS新闻台 TVBS新闻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TVBS新闻台 TVBS新闻台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